小夏是杭州夏沙一家理发店的经理 他说7月12号晚上10点多 着急回老家江苏扬州去谈单生意 就通过哈罗出行打了一辆顺风车 马上就有车接单了 小夏说对方电话里告诉他 要提供手机号还有验证码才能过来接他 之后他手机连续收到多个验证码 他也都报给了对方 然后对方挂断电话后让他等待 结果他发现订单消失了 再打司机电话提示已经关机 打开小夏的哈罗出行记录 里面一个订单记录都没有 但小夏的支付宝记录显示 他已经把300多块钱的车费 支付给了哈罗出行平台 小夏说因为这件事 他晚了两个小时才回到扬州 客户等了很久 生意谈的不是很顺利 事后他把问题反映给了哈罗出行客服 平台方面经过调查后表示 小夏可能遭遇了诈骗 从客服记录来看 7月中旬成都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情况 这个事情的套路确实是跟我们成都这边发生的事情套路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是不能是多头登录平台的 所以在这个诈骗的这个司机 他在骗取了乘客的验证码之后 他登录了我们乘客的账户 所以乘客这边就没有办法再看见他这个订单了 张经理说 小夏手机多次收到验证码 就是对方在不断地用小夏的账号进行登录 目前平台方面已经报警 相关的技术部门正在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这个是首次出现 以前我们没有碰到过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比较紧急 然后关于这笔钱 我们现在也是会提前赔偿给到一个用户的 张经理表示 以后他们会在验证码短信里提醒用户不要泄露信息 同时也希望提醒广大用户 如果遇到有司机要求提供验证码 真实手机号码等 及时保存相关信息反映给客服 或者拨打110报警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